当然我们刚刚那个CHAR GPT 所以关键是就GPT啦 也不用记太多 记这个就好了 关键是查一下 然后login他 然后login就用Google账号登录 进来的话就把问题丢在这边 如果你想这问题懒得打的话 你就从我那个云端第 4个单元的第11 我刚有贴啦 这个打开之后 我把问题就贴到这边 我的问题有没有就这个 你就把这一串Ctrl C 然后Ctrl V就贴过第2页的地方 贴到这边来 然后呢他就 送出去之后的话 他底下就会开始回答你 而且我发现喔 他的回答的速度好像越来越快 以前还会卡一下 还会在那边想半天 现在好像马上就出来了 OK 那当然呢 这个AI部分呢 目前当然除了说那个CHAR GPT之外 其实Google另外有一个叫Google Bar 关键字是 BARD啦 Google Bar BARD这个 然后 Google Bar的话呢 这个其实也是个AI啦 只是说呢这个AI的部分喔 他目前是实验版 而且他长得其实跟那个CHAR GPT真的非常的相似 OK 只是说都是AI但是他们的专长不太一样 我是觉得CHAR GPT在那个Excel 跟程式方面 其实是真的 比较强大 但是AI会长大 他会变聪明 因为你可以再让他继续学习嘛 那所以呢 假设啦 因为之前我丢的问题给他 他好像不太OK 那我在想说这个 假设啦 我一样的问题 我丢给他 看看他会 能够回答的 出来呢 应该有 这蛮简单的问题啊 那你帮我回答一下 Google Bar你丢给他看看 他就开始转圈圈了 显然转圈圈的时间 真的还蛮久的 你看 有没有 之前他没有办法喔 但之前 这个是Google Bar的结果啦 他最后得到的结果是这一串东西 当然 我是觉得 好像没有CHAR GPT 因为CHAR GPT上面还有个什么 比较一下 两者比较 他这样有Copy Mode 你再按一下Copy Mode 他就Copy了 你不用Ctrl C,Ctrl V的 你就Ctrl 他这个地方 我是觉得这个功能还蛮OK的 但是这边没有 可是还好啦 你就按右键复制一下 看起来好像公式不太一样 他用什么呢 SumProduct 我看一下 如果 OpK呢 那就试一下就知道 SumProduct可不可以呢 两个相成 一般比较少会用这样做 只是说结果不OK 结果居然为0 所以SumProduct 在这边好像不能这样用 他是 把得到的结果相成 这个好像有点点 他可能看不懂我的意思 我在猜 他可能以为 是我要 做的动作跟他想的是不一样 所以最后的公式 就不OK啦 但我之前也跟各位讲过 不过爸给我的结果 其实并没有 很OK 所以啦 但是至少比上一次我用的 又再更进步一点 但是结果还是错的 而且他其实还给你 给你一堆东西 他使用了什么函数 他底下 还给你解释 有没有 而且还解释了这么多 而且最后还什么 上述公式 什么什么什么 他还推论 可是最后结果不对 所以你跟我推论这么多 好像也没有用 所以我就给他一个 答错 有待加强 OK 等等 然后 这答案错误 你也可以 当然 这个也是一种 帮他学习的一个方式啦 有没有 因为你错了嘛 所以你说AI机器人他怎么会变聪明 就是你一直训练他 告诉他对的 他以后就会一直答对了 所以你如果错了没关系 你让他知道说错误的以后不要再给我了 你可以再给我 甚至你可以跟他讲说 你做错了 你底下可以去做 你做错了 你可不可以再帮我再 再试一次 他就会帮你重新再想一个答案啦 可是问题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找一个对的就好了 所以Google Bar在这上面 是有待加强 OK OK 那所以 还是Charge PD现在比较厉害 所以他的股价涨得比较多 是很必然的 因为 比较OK啦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 产生 产生公式这个OK 那再来的话就是VBA的 所以 如果假设 我希望把刚刚这个公式 这答案就不对 Ctrl D 一下 应该是这样才是对的 那这个的话当然除了A帽号A之外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做法 就是你可以把A帽号A改成A2 到A10 这样也OK啦 那A帽号A指的是A栏全部 B帽号A指的是B栏全部 不过 两个其实目前看起来应该都OK 那至于这个星号的话 其实在这边加一个 或加前后两个 也都OK 那 我在云段上我是放单一个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苗栗跟宜兰都是在开头的地方 不过有的时候你 怕担心会出错的话 也许你前后都加 应该也都没问题 按确定就OK了 所以这个是苗栗30个啦 然后再加上 所以后面这个的话是把 前面这一段复制贴过来改 所以这边 这个宜兰再加上宜兰的 这个也是一样 看你要不要改 如果不改也没关系啦 你就用 那个原来他给我们的这样方法 两个相加的结果就是42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 Excel的 公式他帮我做出来 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我还有一个挑战 我是希望说 请 请他帮我 不只是说呢 帮我写出公式 而且 也帮我想出 VBA程式该怎么写 所以呢 我希望呢 把刚刚的这个问题 再复制另外一个工作表 那这个结果就不是用 这个什么了 公式 所以我跟他讲说 一样的问题 问题 只要改一下 就是 不是用Excel公式 而是Excel的VBA程式 输出的地方的话 跟他讲说 请你帮我输出结果到第2储存格 OK 所以呢 我就把刚刚TrumpP的问题 其实 稍微再复制一下 这一串 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到这边来 那改一下吧 改什么 把这边改成什么 Excel的公式改成 空一格 VBA 他就知道 请帮我写Excel VBA 后面要不要加程式 没关系啦 其实我Excel VBA应该都看懂 OK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加一个叙述 就是因为最后要输出到哪里 所以呢 这边的话 输出 直接这样输出到 那个 D2应该这个地方应该是D2吧 这个D2储存格 顶多是加一个输出到D2储存格 这个叙述 这样就OK了 所以我把刚刚的问题 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 COPY贴上来 贴到底下 然后改这个 把原来的公式 改成VBA 就这样 然后因为 公式本身就是输出的位置 但是VBA的话 可能会多需要 跟他讲说 你帮我输出到哪一个储存 D2 好 这样OK了 其他都没改 试一下看一下 那个CharGBT 可以不可以帮上忙 你会发现 他反应真的很快 马上就帮你 直接就开始写了 OK 而且跟你讲说 这段程式码 叙迟一 所以他这边有强调说是哪个工作表 不过啦 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 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我们工作表是不是叙迟一 我们工作表 就叙迟一 所以还 不对 我们后来改成VBA 所以如果假设我要run他的话 接下来一样嘛 开发人员 那如果他已经帮我写好了 接下来呢 我就利用他的程式怎么样 把这边copy mode copy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贴到哪里记得吧 反正以后呢 不管你从别的地方找到程式啦 你要把它拿来用的话 还记得吧 第一步开发人员 这一定要打开 第二步的话就是 Visual Basic 那还记得程式一定要贴在哪里嘛 按右键有没有 插入模组嘛 反正呢 这个是最基本的功能 如果你连这个都 不会的话 那TrackV给你的程式 你也不会run 所以至少第一步要知道 好 那就把程式贴上就OK了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有没有办法输 只不过 这个程式好像就有第一个bug啦 什么bug 就是这个地方啦 他是 指的是 SHIT1 但是我们目前的工作表 是 叫VBA 所以你可能 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SHIT1 改成VBA 改成 这个 这个工作表名称 因为他刚刚有稍微跟你提示 那其他应该都不用改了 我看一下 应该看一下 最后结果他把它输出到 这个 第二储存格 好啦 那我其实什么都没改 我只有贴嘛 然后再来就改他的工作表名称 就是比较符合 我们目前的 这个环境喔 所以你至少 我是觉得 也不是说完全 都 一定要自己写 但是至少他给你的东西 至少你要有那个 看懂 而且要知道贴哪里的喔 OK 接下来呢 你就把它执行看看 结果对不对 OK 但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我是建议你不要 冒然直接执行 我 我比较保守的话 我建议你用 组行 组行的话 他就是一行一行慢慢跑 有没有 所以他会这样 第1个 这行没有错 没错 第2行的话 做什么 就是追踪那个总列数啦 不过这个总列数 如果你假设知道固定都10 你就可以这个 不用向下追踪 没关系 那这个total等于0的话 应该就是 加总人数的 数 这个数量 目前预设等于0 从0开始 他会怎么做呢 他会比对 所以他会从第1列到最下面一列 他做什么呢 条件给 所以这边是一个条件 如果呢 抓到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假如是什么呢 假如是 这个苗栗 或者是 什么呢 宜兰的话 OK 而且你会发现 他用了一个函数 叫In3 In3的话 就寻找 寻找 这个储存格里面 有没有 这一两个字 的这个 不过啦 要是我不会这样写啦 这样写有点麻烦 OK吧 没关系 让他跑跑看 那第1个 第1个应该 应该是 应该是 结果他跳过了 所以他这边显然 这个应该第1个 应该要跳 所以他这个也没有 帮你下 所以这个 苗栗嘛 他为什么跳过 所以这个跳过了 那下一个呢 下 没有 他好像是从这边开始找 所以这个是地区啦 有没有 所以显然这边应该是 I 应该不是从 一开始找 应该从二开始找 因为一是栏位名称嘛 名称不用嘛 不用比啦 所以他这边 这个有一个bug 应该是从二开始 我觉得比较OK 不然的话呢 这个 当然 不影响 结果 所以他这边 这个找到他里面有没有 有苗栗 有没有 所以呢他会帮你把 他后面的 这个是二的话 指的是 B栏 所以把B栏里面的资料 指的是是 帮你加到total 所以total现在是零 所以加了4之后 看一下结果 应该理论下是4的 有没有 他把4 加到total里面去了 所以total呢 就会帮你储存 现在有4 然后再下一个 下一个是新北 新北的话就跳过了 有没有 他就从一幅 跳过来了 他不会加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 我要找的东西 然后再下一个 下一个苗栗是不是 苗栗4对 所以他跳进来了 那因为他现在 在后面 他里面有4 再加上16 所以把4加上16的话 total应该就盖过去变多少呢 变20了 爸爸跟着一下 23 就把这 爸爸跟着一下 19啦 看错了 4加上19 那应该多少 23 那没错 应该 应该 你懂吗 所以一直可以推 他就会一直跑跑跑 跑完之后的话呢 最后把total丢到哪里呢 丢到第2储存格 那就是结果 所以底下应该都一样 我就快速跑一下 有没有 一直加 一直加 有的话就进去啦 没有就跳 没有就跳到 end if 有没有 所以这样子 最后就跳到这边 total应该是 42 他就把42的结果呢 再帮我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答案就ok了 没问题 所以呢 其实我们什么事都没做 我们只是会 开启开发人员 开启visual basic 记得啦 不过我在想 应该还是会有很多人 给你程式你也不会用 记得啦 至少你会用 你就比人家 再更上一层楼了 更厉害一点 然后记得喔 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之后贴过来 那我刚刚其实只有改这个地方 改这个 然后还有 改 这个其实改不改 其实好像不影响 因为本来地区他一定找不到苗栗 或 这个遗憾 所以不影响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 问题 我刚刚其实就是 改了那个 其实没有改很多嘛 就是把刚刚的那个问题 再 改了几个字而已 重新让他帮我跑一下 产生程式嘛 然后 然后 谢谢观看